教授 校長你好 你好 今天我們有這麼多的小學生 家長和嘉賓來到我們學校 你有什麼感想呢 我首先覺得我們舉辦這些活動 這些比賽 對於小學生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剛才我也有說過 我們分別搞這兩個比賽 是鍛鍊他們很多不同的技能 他們自己成長 或者是社會的發展 世界的發展是可以連繫得到的 加上我們其實 學校都有很多的籌備 我們學校的學生老師等等 很齊心 這也是我們感覺到很開心的一件事 一起去努力做一件事 是對未來的主人翁 社會主人翁 他們是有幫助有成長 我覺得很有意義 我想訪問一下你 你認為小學生參與這個比賽 有什麼得著呢 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我看回他們所有的參賽作品 很有心思 還有他們的說話技巧 各方面的聲音 他們的控制各樣東西都很好 有時候我們經常說 其實我們怎麼表達自己 怎麼可以自己有自信 其實我想很簡單 我們就從講話開始 你是不是真的要做一個主持人 還是一定要做我們做播音 其實這個當然是看他的興趣 和將來的事業發展 但起碼如果你能夠可以好好地表達自己 或者你說話很有說服力的話 我相信其實未來做任何事都會事半功倍 這次彭校長安排了這個活動 給小學生參加 在疫情底下能夠有這個機會 可以在家裡做這個播音王大賽 我覺得很難得 因為我看到那些作品簡直很豐富 因為小學生他們可以有這個機會 跟家人一起做這個剪接 說話的技巧可以發揮得這麼好 家人應該做了很多功夫 聽下去的時候 除了他們咬字的發音 還有他們扮演變聲 他們的靈活很厲害 我以前沒有想過小學生能夠做到 這麼好的效果 希望第一屆之後 陸續都會有第二屆 第三屆繼續讓到東區的小學生 更加有多些機會去參加這些活動 除了這個比賽之外 家長還有些甚麼方法 可以鼓勵到子女去閱讀 其實我覺得家長陪伴是很重要 譬如我們可以空餘的時間 可以跟他一起去選一些 大家都覺得有興趣的書本 可以從中可以鼓勵同學 可以多些去閱讀 還有陪他一起去選擇的期間 可以了解多些同學的需要 還有他的心理 所以陪伴小朋友一起成長 一起閱讀 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是 多謝劉女士